第三排,我那時候才165 我長客人完全出山 我到現在才165 台灣念真正 跟大家來報感情 羅森想過之後應該是今天我們特別來賓出現的時候 今天這位特別來賓對我來講非常特別 我記得我跟他認識應該是超過15年 我1983年跟他第一次有機會合作學劇本 那時候我已經寫了劇本應該寫五六年吧 那一次的一個工作經驗讓我改編了對整個電影的劇本創作另外一種角度的看法 而且我記得早在這個之前在1982年的時候 他曾經告訴我們一句話說 台灣電影要有希望的時候應該往外走的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一個座談會 有一個學生問我們一個問題說 台灣電影到底什麼時候能在國際影展上得獎 我記得這位兄弟跟他講說 哪一天我們的選手在奧運會上拿到金牌的時候 電影就可以在國際影展上拿到獎了 到現在為止我們的選手在奧運的正式項目上 還沒拿過金牌 我想台灣電影已經在國際影展上拿過很多次重要獎項 講了這麼多 現在其實蠻懷念他以前的舊居 我記得他以前住在紀蘭路 我們常常到他家混 是一棟日本式的房子 所以可以睡很多人 然後爸爸媽媽不在嘛 所以我們都可以在家混到很晚 他家有個黑板上面有兩行字 那時候永生難忘了一副對聯 英雄創業小成本 國片反動大本營 他的電影的確都滿反動的 好朋友楊德昌先生 我們不必握手了吧 不用啦 不用啦 很感動 其實我今天應該到這邊的來賓都會談他的家鄉 但是我靠一下講說 這個身份帳寫的不是台灣的人 叫他談家鄉實在沒什麼意思 家鄉就紀蘭路 對啊 名聲他會去百公尺 對 我常常講說現在我們 像我跟小蝦什麼東西 一見面談的通常是兒子 完全是老人 談兒子教育的情形這樣 那我記得我們以前聽過你受教育的感覺不錯 那也許可以今天利用這個機會講一段 如果就講那種經驗這樣子 你初中的時候練的是哪 小學練的是哪邊 我小學練 其實我小學就已經沒有一般 就轉過學 因為我前三年在練國語思小 是非常那個 非常國語 非常外神的一個學生 其實後來轉到女士副小 其實也是滿外神 不過比較平易一點啦 因為國語思小 基本上好像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實驗室那種感覺 跟父親小學一樣 然後我功課很差 到三年級的時候 差點要留級 然後我母親就很擔心的 就想辦法轉到 因為我哥哥在念女士副小 他覺得那裡比較稍微自由一點 也許要求不這麼嚴格 就轉到女士副小 所以小學就轉一次學 然後考初中 那時候初中還用考的 所以我們很老了 夠老了 真的夠老了 所以考初中的時候就是沒有考好 那個講說沒有考好 然後就到建宗夜間部 那個就跟古領街裡面那個故事裡面 那個背景是完全一樣 那你初中的時候那種記憶比較深刻的 那種教育的這種 其實我初中的那個時候我覺得 印象很深刻的是 就我自己發生的一個事情 對我來講其實是真的 就是我跟你講的一個事情 其實是真的是滿有一個 滿有意思的 因為我等於 對我這個等於是我自己在這個 在這個人生過程裡面 就自己學到了一些很 學到很多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對我來講的 也許說是因獲得福 或者說負負得證 或者不管怎樣 其實我們就比較不太容易接受 就是被誤會 對或不信任 所以那個時候有一個老師 是全校有名的 那個老師很兇 那個只要提到那個老師的名字 全部的學生都會害怕 因為就是專門就是 體罰或修理 修理小孩子 為本 為號召的 掛招牌 就掛這樣 然後我剛好就是 初三那一年 剛好比較當導師 好止不止 他剛好教的我最會的 他教美術 所以我想這個也許 我是沒有什麼感覺 開始的時候 大概他比較緊張 所以有一天呢 他就突然跑到 就吃大家中午吃便當了 吃便當大家都去吃套 然後他就跑來 他說 他就跟我說 養生湯站出來 什麼事 他說 那個 自己講 要我講說 我的自己 就是坦白自己的罪狀 我說我沒有做什麼 沒有 還不講 還不講就K了 然後他就說 好 你不講 反正就是他還 反正就是完全是那種 白色恐怖的那一套 那個是很 其實很離譜 講起來就是說 編成電影 電影拍也是蠻有意思 反正就是說 有人跟我密告了 你做了一個 要懲罰的事情 那你要告訴我們做什麼 對啊 我說我沒有 那時候 當然就是大家 調皮頑皮 每個小孩都會 所以我就想 後來想 我真的沒做什麼 結果後來他就 他就指著說 你調戲女老師 那時候 我在想想 那時候女老師 只有英文老師 英文老師跟我也很好 他說 然後 我說那你們去跟 英文老師 跟你們講這個事情 他說 也沒有 他說他在班上 有很多幫他打探消息的 那時候 那時候就是 大家都在想說 大媽媽這是誰 對 後來反正就一直這樣 他每天都來 每天吃便當的時候就來了 欸 你寫 我寫鬼過書 第二天來說 欸 鬼過書寫了沒有 我說沒有 沒有 站起來打 每天 每天 一個禮拜 吃五次便當 就發展打五次 一直搞 搞了那個 搞了快一個月 嗯 反正我哥在看我太對勁 就跟我媽去講 因為我不敢跟 那時候 哇 你跟老師 搞什麼 你還敢跟家裡講 家裡一定錯 老師永遠是對的 對 一定錯 結果還好我哥去跟 我媽也不敢跟我來 我媽才覺得 有一點問題有點嚴重 結果她就跑去找 找那個老師 因為我有跟我哥講這件事 結果那個老師就是 反正就是 抑震此言 就是你這個兒子太壞了 突然我媽聽了也覺得 不應該是這樣子 也許英文老師也說 沒有這種事情 根本就沒有這種事情 剛好我母親有個朋友的先生 是幫會裡面 輩份蠻高的 嗯 教導幾個 對 結果就是 一句話就 整個馬上 哇 第二天那種態度 變得就是那種 那種好像 就是這種誤會 不要這樣 這個什麼 馬上是 迎刃而解 就是那種 所以我經過這一次 整個這個過程以後 基本上 其實當時 那麼小一個小孩 我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那個時候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我那時候 基本上是 我那個時候 你在人 人在那個狀況裡面 你不會知道 你有什麼樣不對 嗯 我現在回想 我後來回想 那個時候 其實我真的是 懷疑每一個人 對 對 對 所有的人都 都沒信心 然後 那種 像這樣一個師長 他 種下一個很餓 很壞的種子 在小孩的心裡面 就是說 你周圍有人 都是會來害你 嗯 這樣一個東西 其實這個是最可怕 我倒覺得他 體罰啊 這都還其次 最恐怖的 我想還是那個 對 對人的不信任 後來 所以我後來很 所以我的那個 小時候這個過程 其實是 起伏非常大的 後來到了高中的時候 我就碰到一個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老師 非常好的老師 非常好的一般 然後 從那個時候開始發現 其實同學這件事 非常善意 不過我想是這樣 就是 有一次我記得 我練高中練補校的時候 那一個老師 就教三民主義的吧 他就講一講 講三民主義 然後講喔 那時候考大學都要學 那我們訪共大陸啊 王俄共肥什麼東西 就講一講 他就講一個 一句話 我覺得到現在滿有意思 他講說 這是考試要考的 我們這樣講 從人的位置上來講 教育叫一個人 去愛另一個人 已經很難了 為什麼 我們要去恨一個 我們不認識的人 那時候想沒有什麼東西 幾年後 我想起來非常非常 非常有道理 我覺得 其實 都已經過去的事情 可是想想這種東西的影響 我覺得滿恐怖的 所以我常常有跟朋友講說 罵你的小孩子 不要亂罵 不要一句話 就出去了 他會記住你一輩子的 所以我真的會記住 可能會影響你小孩子的 某些心理上的問題 可能很久 這樣很久 我兒子現在不佩服我 我兒子現在佩服小野伯伯 他書寫很多 還佩洋昌伯伯 因為他媽媽 爸爸不會 我會準備畫 請啦 請啦 其實你畫得不錯 沒有啦 難看 我心情很好的是畫 心情不好的時候畫就畫 我還是沒長久 還是醫療有 台灣人不真情 大家來補感情 各位觀眾晚上好 烏魯木齐共和國為了讓下一代適應未來的生活方式 目前正積極推展一套全新的交易制度 他們把不同性格的小孩放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用單一的交易跟管理方式養成 目的是節省教育資源 並且讓他們在擁擠的空間中學會鬥爭 學會如何踩著別人的屍體前進 同時也學會了 習慣的話你從高位上摔下的時候 該如何制除 如何再度殺入重圍 如何在狮窄的空間中佔有一席之地 因此 在烏魯木齐共和國的社會裡 永遠進行著無聲的鬥爭 無法適應這種激烈競爭的小孩 有的以暴銀暴食來解除壓力 因此該國許多減肥跟塑身公司大發歷史 有的則以不停地向天祷告來消除緊張 因此該國宗教事業目前發展迅速 根據報導 這種交易模式養成的國民 目前已成為烏魯木齐共和國的社會總監 其代表性的表現就是國民大會開會時的場面 可見烏魯木齐的教育完全成功 畢竟因為有了這樣的國民 才有這樣的國民大會 以上是本台記者吳念真 在烏魯木齐共和國所報導的 當楊樂昌講完他年輕的時候 某些教育上在受教育的過程中 所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後 沒想到我們的尾巴部分竟然是黃金鼠 不是故意的 請不要在這兩者之間產生任何聯想 不過我朋友也養過這種黃金鼠吧 就是白老鼠他跟我講一件事就是說 在一個固定的空間裡面 如果你養兩隻白老鼠的話 牠們會非常快樂 毛都長得非常漂亮 然後火非常火波 你走過去的時候牠們會非常開心 兩隻白老鼠非常有愛 同一個空間裡面把它塞滿白老鼠的時候 所以老鼠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 每個人天天都非常緊張 然後天天吵架 然後你咬我我咬你 因為咬死一個他們就多出一份空間來了吧 然後毛越變越不好看 但是最大的一個症狀就是 每隻白老鼠變成非常愛吃 因為用那種吃來減低自己的減張吧 我不曉得為什麼 因為想到台灣很多小學 裡面現在很多胖的小孩子 越來越多了 會不會跟這個有關係 某些學生人口特別多的地方 有沒有專家學者去研究過的時候 胖小兒特別多 當然我這樣講好像一點不恭敬 也不是說那些學校就是 這同學們就是白老鼠 可是我有時候會想過來 大概也是一樣 剛剛講的一些話影響我吧 我覺得 在一個非常僵化的教育制度之下 一群小朋友或是一群家長 只能面對現有的教育制度 然後盡量讓小孩子適應教育制度 我沒辦法改變它的時候 我們也嚴肅地想一想 其實我們是不是讓我們的小孩子 又變成白老鼠一樣 這樣想要又有點傷感了 老話一句這不是本節目的格調 本節目的格調是非常輕鬆愉快 我有情感的 所以現在要表現一點自己的情感 各位晚安 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見 拜拜 See you